大家早晨! 今早早讲股事前分析 我们的讲题是科技指数 昨天往上突破之后 就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头 提提各位 今天星期四、五晚 美国有些重要数据公布 就业情况、消费情况 就决定美国联储局的美息走向如何 大家要特别留意 另外就是 今天 今天就是这个2月29日 明天30日 就是8月份 港股的8月份期货期权到期 9日就是港股的8月份 场外股票期权到期 昨天很明显看到淡油大户 就不让好友反攻 尽量按下大使 就不是代表他要按得很低 就是阻止他 但是趁这个好消息出现 反而弹得高 为什么呢 所以 我昨天已经和大家说了 我已经在开市前 已经将超短线投机的数码 拨到短线 当然你超短线可以继续 继续用资金买的 超短线 短线我们都是抠下来做好的 如果牛证市场 当然是买牛证 怎样看牛证 如何看牛证 街货量分布 就是你看到 我在经济通的 温伦浩情 一会说 大概是15分钟左右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在图上 SAR 在上星期四 出了极点高位 极点高位是4175 昨天 收市位计算 都未过到 所以今天 都很关键 如果今天收市位 高不过4175 我们有考虑 我们考虑 超短线不用说 超短线 一直是根据市图 主要是15分钟 小市图就走位 什么可能 转两次三次都不定 但是短线 可能要把部分的好仓 平出来走位先 在今天的关键 收市前 有没有迹象 会站在4175.26 上的收市 这个科技指数 好了 那就是利好的 保育加通道中族 曾经穿过昨天 升破过来 不知又回来 那是利淡的 RSISDC利好 MACD 暂时未发出 红楼马俊号 都是利淡的 所以短线形势 只是偏好的 现在暂熟只是偏好的 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处理 短线刚刚开始的 分批加住做好的行动 昨天入市 就因为看到 升破育加通道中族 会变成什么 变成偏淡 由偏淡变为偏好 MACD 现在是偏好 1 2 3 由偏好变为向好 所以就投入了 现在偏好 依然可以少住短线投机 走位 另外 刚才我说的一个很重要的 短期低位 已经见了 就是3910.30 8月22日低位 3910.30 我们这个 短期重要的支持位 另外我说的下跌头 就是8月14日出现的 4215.03至4261.65 4215至4262 4261.65 昨天高位是4268.26 是高于4261.65 即是完全被保回 所以后市 继续看好的 反复上升的机会 是大的 看好的 正傲 那我们看看 可以去到哪了 大家懂不懂计算 很容易 是吧 用什么呢 神奇数字 和大家计算 既然短短 便为假截 应该是3910 见底 那当然 最近的跌浪 当然 7月31日 那位 468.69 跌到去 刚刚说完 3910 了 0.30 反弹上去 目标 0.382倍 昨天到了 不提了 应该是看0.5倍 和0.68 配合黄斯福的表 分别是4.299 和4.391 4.299 4.391 我们看这两个位置 如果这两个位置 过去 站在4.391 上面 就看它 继续向上 挑战 468.69 的阻力 希望可以是这样 同时大家 也留意 这里有一个高位 也有阻力 所以昨天升级附近 下来也是正常 7月14日 4.280.46 4.280.46